他是全网最豪横的00后西藏首富 直言只要娶他就送对方2000头牦牛 一出手就是20斤虫草 完全实现东虫下草自由 自封草原大学牦牛系博士的丁珠 生活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把虫草当零食吃是一种什么体验 牦牛女王丁珠做了最好展示 吃汉堡的时候直接掏出一把虫草加到里面 吃火锅的时候掏出虫草放上几根 就连随随便便吃桶泡面 丁珠都在往里面加上两根虫草 这奢侈程度直接让网友震惊 连连直呼一桶三块钱的泡面 愣是被他吃成了三千的标准 因为要去成都上学 爸爸妈妈直接卖掉一桶牦牛 要知道在藏区一桶牦牛价格高达一万左右 不过这对于大户人家丁珠家来说 可谓是九牛一毛 因为他家里有整整两千头牦牛 丁珠到底有多豪横呢 回学校给同学们带特产 打开经历箱 满满一箱虫草 按照一根几百块的价格来算 这满满一大盒就得高达几十万 而丁珠更是大方地表示 也就是牦牛太大了 要不然高低也得给同学们整上两头 而看到丁珠的日常生活以后 这般奢侈的程度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而随着丁珠的人气越来越高 网友们也越发好奇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身为00后的丁珠 今年才刚满20岁 身高1米74的他不仅有着强大气场 家庭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作为家里的老大丁珠还有两个妹妹 而爸爸妈妈也大方地表示 三个女儿结婚的时候 自己不但不会要彩礼 还会拿牦牛和虫草给女儿当嫁妆 而这番言论也让不少男网友激动起来 纷纷幻想着当上门女婿 的确 丁珠家不仅有2000多头牦牛 光是东虫下草的从货就高达整整20斤 而丁珠也直言 因为场地太大 牦牛太多 自己就连放个牛都必须用无人机才行 甚至丁珠还放下豪言表示 自己愿意每个月开出5万块的工资 只想找个人陪自己一起放牛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藏区首富 却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愁得不行 为了成功把自己嫁出去 丁珠可谓是大展拳脚 如果送你2000头牦牛当嫁妆 你愿意娶这个藏族姑娘回家吗 作为100后藏区首富 丁珠豪横地让人叹服 一出手就是20斤虫草 10斤蜜辣和2000头牦牛当嫁妆 如果给你2000头牦牛 20斤虫草 1斤蜜辣和1斤牛份当嫁妆 你愿意娶吗 藏区的牧民有多好呢 普通人家都有180头的牦牛 而普普通通的一头就要高达上万块了 这也就意味着 丁珠家光是牦牛的价值 就已经高达千万 不仅如此 丁珠家就连青棵地都有大几十亩 每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会上山捡虫草 而七八月份的时候 还会上山捡松茸 而光是买卖这些虫草 一年就能卖个大几十万了 而丁珠也表示 那些卖虫草卖得多的家庭 通常一个季度赚的钱 就能轻松换上一辆破拉多 而看到丁珠如此豪横的家庭 网友们更是对他全网征婚 表示疑惑 甚至纷纷留言 问他为什么不在附近找一位 然而当看到丁珠家周边环境后 网友们更是大开眼界 原来丁珠家附近的邻居 都是以几十公里起步的距离 而离他家最近的那户小哥哥 也远在另一边的雪山脚下 因此别说找人谈恋爱了 哪怕是见到个人影 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婚姻大事 也成了丁珠一家最发愁的事情 因此为了让女儿早点嫁出去 丁珠爸妈更是赤子大手笔 不仅一分彩礼不要 还会把虫草牦牛当嫁妆送给男方 不过对于藏区家庭来说 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希望男方能当上门女婿 这样的话还会在额外送辆车给男方 那你和阿爸会给我准备多少嫁妆吗 没冲错 以前都是你的嫁妆 牦女都是你的嫁妆 而在听到这样的丰厚嫁妆后 不少网友都纷纷表示心动 直言自己并不是涂着两千头牦牛 主要平时就是喜欢放放牛而已 而在丁珠的视频当中 大家不仅见识到了她的豪横生活 更是领略到了藏族独有的生活模式 据丁珠介绍 在藏区如何分辨谁家是土豪 看看谁家墙上的牛粪多就知道了 而之所以这样说 并不是因为牛粪非常值钱 而是因为谁家牛粪多 就能证明谁家牦牛更多 很明显丁珠家里不仅牦牛名列前茅 甚至随便拉开一个抽屉 都是满满的虫草 硕实是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富贵的气息 那么如果给你这些嫁妆 你愿意陪丁珠一起去草原上放牦牛挖虫草吗 你愿意陪丁珠家里不仅牦牛